请了长假 每天凌晨四点起床 晚上十一二点睡觉 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念经 当时我的老伴和女儿都很不理解 因为我已经疯了 我也不管他们的质疑 关上门了一心念经 由于睡眠太少 有时困得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拿手使劲地往自己的头上拍 或有凉水冲头 以强制自己清醒过来 嘴上也磨起了血泡 我就自己对着镜头 用针挑破 然后接着念经 直到精疲力竭 念经睡着 每个月我也会去放生 我苦苦地哀求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救救我们一家 我也坚信 只要我拼命地念小房子 做功德 就一定会有奇迹出现 没想到 菩萨慈悲 灵验的事情 竟然很快地出现了 首先是我老伴的转变 由于一开始 他并不是很相信台上的法门 我就让他观察我们的佛台上 供菩萨的大杯水 因为冬天 家里没有暖气 经过一晚上的时间 佛台上面的富贵主 瓶子里的水 就会结成厚乎的冰 但菩萨像前面的大杯水 却从来没有动过 开始 老伴还以为我是坐了手脚 后来他自己也试验过几次 发现次次都是如此 便开始跟我一起念经 并抢着喝大杯水 经文念了不久 有一天 已经老花眼的老伴 突然欣喜地告诉我 他不用戴眼镜了 经文上的字 都看得清清楚楚 感恩菩萨 再一个就是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记得第二位大师 让我见父亲堂 我没有同意 他就愤愤地告诉我 你懂得吧 你老了会瘫痪呢 其实现在想想 他说的一点没错 事情是这样的 就在我拼命念小方的时候 突然有一段事件 头疼欲裂 经过医院的检查 发现我的 左小脑的脑血管里 有一个强栓 医生告诉我 这个强栓早已形成 但还没有把血管壁 全部堵丝 如果还不尽快地处理掉 等我年纪大了 血管完全被堵在的话 那定会瘫痪 经过医院 经过住院治疗 医生已经把我产生的 栓死的地方疏通好了 也许原本我命运中注定 要晚年瘫痪的 感恩思维的菩萨 让我通过一眼睛 消除了一部分的业障 又让这个节提前到来 以免去了我晚年 要遭受的瘫痪之苦 共可喜的是 我的女儿 在我和她的母亲 一起给她念了 二百多张小房子后 她的情绪就越来越稳定 越也慢慢地停掉了 而且她每天都会做功课 没过多久 女儿又传出喜讯 她要当妈妈了 感恩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就在她怀孕的期间 她还梦见了观世音菩萨 在梦中 菩萨叫做她要 加念功德宝山神咒 自此 我和老伴女婿 对她共加细心照料 但修行路上 如履薄冰 守戒 共要坚持不懈 看着女儿身体 越来越好的时候 她的母亲 在思想上 就有一些怠慢 她原本发愿 一个月吃十天的素 但后来 就没有坚持旅行 谁知 在去年冬至 女儿再次发病 甚至自身过错的老伴 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真心忏悔 并重新发愿 饮不吃活的海鲜 一个月吃十天素 我也跪在菩萨面前 心中祈祷菩萨 菩萨 我也经常拿孩子病欲的例子 度身边的正生 让他们开始念经和小房子 但是现在 由于我们的错误 孩子又犯了病 又该怎么去跟身边的人 去做例证呢 菩萨 求菩萨慈悲 保佑我们的孩子吧 说着说着 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殊胜的情景再次发生 佛台上那只香 开始搭卷 一直卷到燃尽 感恩菩萨 自此以后 我和他老伴 每天都不敢怠慢 天天精进念经 老伴共识对女儿 贴身照顾 2012年的春节和元宵节 我也没有跟家人团聚 而是自己一人 住在山上的房子里 继续礼佛念经 念小房子 迄今为止 我和老伴 一共念了一千多张小房子 我身上也再次出现了 惊喜的变化 由于我在山上念经 条件有限 特别是在冬天 洗澡的次数也不是很多 原本一天不洗澡 就会有汗臭味的我 现在就算两个星期不洗澡 身体冷然会有一股清香气 我身体的这种变化 也得到了老伴的证实 他说 之前一进我的房间 就能闻到我的一股味道 但现在 我身上出了清香 再也没有那种味道了 就在47天前 我的女儿 在201遍大悲咒的作用下 产生了一个健康的孩子 从进产房 到孩子出生 只用了30分钟 连侧切都没有 母子平安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护持 感恩鲁台长的法门 女儿现在恢复了越来越好 身体也很健康 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和大慈大悲的鲁台长 救了我们一家 是观世音菩萨 和鲁台长 结束了我们一家 长达九年的噩梦 为了表达内心的欣喜和感激 我发愿学习菩萨的慈悲 终身鸿法护法 救度世界有缘正生 并要让我认识的人 都接触心灵法门 我买了客叠机 把台长最新的节目和开示 全部刻录下来 免费结缘给大家 我也要学习菩萨 帮助菩萨 救度正生 听着女儿 每天欢乐的笑声 看着她们一家三口 幸福的依偎 想到越来越多的通修 在学习心灵法门 我知道 我们的慈母 观世音菩萨 法力无边 闻生就苦 我也坚信 观世音菩萨的使者 人间活佛 鲁金洪台长 所期盼的百花齐放 穿满烟烟的美好局面 将得以实现 最后祝香港法会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满同修 感人肺腑的发言 现在我们欢迎来自 长春的佛友 善书卿同修 和我们分享 修行心灵法门 糖尿病 在短短的三个月中 血糖完全正常 更神奇的是 卢台长在梦中 为他治病 第二天醒来 身体所有的疼痛 完全消失 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师父 卢台长 尊敬的诸位 高僧大德 尊敬的诸位 同修 大家下午好 我的题目是 心灵法门是修行者的 指路明灯 感谢东方台 秘书处 洪华主委会 给我这次机会 感恩 观音台长 恩师 给我指明了 修行的方向 让我有幸 结识了心灵法门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的观音台长 卢君宏 在此我真心的 感谢大家 谢谢你们 我叫散树清 今年六十岁 来自中国吉林省 松原市 修学法法 二十多年 而且受武界 修净土法门 在2011年的六月份 在一位伯友的介绍下 有缘遇到了千载难逢的 观音心灵法门 闻到了此法门 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迫不及待地赶回家 看卢台长的教材和光盘 饭都顾不上吃 起早贪黑 用一周的时间 全部看完 我所接触到 卢台长的书籍 观音台长的法宝 使我茅塞顿开 多次留下了感激和感动的泪水 自己学佛多年 为何不见效 不是菩萨不慈悲 不是我们心不成 而是我们众生的业众太众了 这观音台长的白话佛法 不就是波罗慈航大船吗 我果断地放下了一切与心灵法门 无关的书籍和资料 家里只留下了台长的书籍和光盘 在一个满天星光的夜晚 我对着星空许下了大愿 我散书情从今日起 跟随卢台长 修心灵法门 做卢台长的好弟子 观音台长的法门 是正法正知正见 卢台长的无缘大死 同体大悲 他就是菩萨 观音台长 您在澳洲 我在中国 今晚弟子在星星月亮下 给您磕头了 拜年卢台长 为我的恩师 我一定要做卢台长的好弟子 绝不配被司叛教 台长的法门 让大家开智慧 出轮回 了脱生死 按照台长讲的法宝 修行 许愿 放生 念经 一门深入 先把自己度好 财度别人 在修行中 我真是每天都在改变 真是不可思议 以前我真是 盲修瞎恋 理事不明 学佛还天天骂人 和儿媳妇格格不入 心里总是嗔恨她 最终我得了糖尿病 自从我遇到了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真是菩萨来救我 用观音台长开的方 治我的病 忏悔 放生 念经 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发大愿 我要弘扬 观音心灵法门 度众生 每天找出晚归 方圆百里的去度众生 天天发喜 日日收获 乐死不疲 两个月后 我去检查身体 血糖正常了 太神奇了 我的病好了 和儿媳妇也能心平相处了 全家人都变得和睦了 他们都支持我去红法 我要让大家都知道 观音台长的法门 是有求必应的 不花一分钱 只要用真心 按照三部曲 许愿念经 放生去做 人人都能受益 家家都会改变 只要我们众生 真诚的呼唤 佛菩萨 就会在我 就会和我们 有干有应 相谱相成的 在此红法过程中 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事情 在伯源的指引下 一位武哲天朝代的一个灵性 附在一位同修的身上说 我叫周周十八岁被害死了 因为我长得漂亮 招人嫉妒 而被人害死的 这么多年 我想报仇 就若入魔道 现在我也要修行 我不能总想着报仇了 冤冤相报 何时了 可是我身上的魔障和业障 使我无法消除 看你学得这么好 请你帮帮我吧 给我念十张炉胎掌的小房子 行不 屋子里的人听了都害怕了 这是人呢 还是鬼 我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事 也不知道怎么办呀 我忙回答说 我给你送寺院 让出家师父给你做超度行吗 周周生气的说 我哪都不去 寺院没有卢台长的小房子 你不是卢台长的弟子吗 还发愿度众生呢 问你师父 我是不是众生 给不给我念 我忙说 为什么让我给你念 他说 观音菩萨在你家呀 在场的同修听到 都觉得又神奇又害怕 周周看我 也害怕了 忙说 你放心 我不会害你的 你帮我念小房子 度超度 不也是在弘扬 卢台长的法门吗 同时你还有功德呢 由于我没经历过 这样的事情 我要是给他念诵小房子 那他身上的膜 都跑到我身上 怎么办 我忙回答说 回家考虑考虑 他说 可以 回家后 我给在北京的 王中修打电话 讲了 周周要卢台长的 小房子经过 同修说 你不要害怕 他求你帮忙 超度 是与你有缘 台长讲 无缘不来 他和你有缘 才来求你帮忙呀 而且要的是 卢台长的小房子 你一定要给他 要给周周念诵 卢台长的小房子 我说那行 放下电话 我马上去找 那位灵性附体的同修说 我给周周念诵 七张小房子行不 你看周周 说 我再和周周讨价 然后周周又附体 再说话了 他说七张 那可不行 我就要十张 多了我也不要 你必须给我念 十张小房子 我答应了他 很快地念完了 十张小房子 在活台前 为周周 骚诵了 十张小房子后 我的身体马上就生病了 当时我知道 是给周周送小房子 出了问题 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我带着病痛的身体 当时我的腿都不听使唤了 整个身体疼痛难养 我想去找那位周周腹底的同修 可我走路都非常困难 东倒西斜 脚都站不稳 我好不容易走到那位同修的家 说明了我的来意 可周周附体的那位同修 突然跪在我的面前说 对不起 我边扶他边说 你别给我跪下呀 他说 是周周给你道歉 周周说 你不要害怕 三天后 你的身体就恢复了 听到周周的话 我放心地回家了 可回家后 浑身冰冷 身体疼痛的难也 晚上我又给长春贺同修打了电话 说明了我去找周周的经过 贺同修开始我说 你给周周念小房子心态有问题 是不是啊 心里有个我呀 总怕他的膜跑到你身上 去给念小房子 还和周周讨价 人家要十张 你还要给人家念七张 周周他找你要小房子 是和你有缘分 换句话讲 你过去生也许欠过人家的 你心里有个我 即使你给周周念了小房子 也烧了 没有高高兴兴的还呢 灵性是会知道的 也不是很开心的 不然你怎么会是会有病呢 自己不知道忏悔 还去找人家周周去 为什么不快求观世音菩萨 和台长给你治病呢 你何必要等周周说你 三天后身体恢复 恢复呢 我赶快在菩萨面前忏悔 我当时明白了贺同修说的特别的有道理 马上到火台上上香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忏悔 我赛数情做错了 我想救度众生 但没有放下自我 我度众生还有私心 今后我一定要把我自我放下 心中不能由我像去度众生 晚间在四岁非岁时 我看到了台长面带微笑来给我治病 台长用他那慈悲的衣服袖子就在我身上那么轻轻的一活 等到了第二天 我的身体就全康复了 台长给我治病 治好了我 台长给我治好了病 立竿见影 全身哪都不痛了 周周也确实收到了 我送的小房子 已经得到了解脱 已在菩提路上修行了 通过这件事 让我知道了 无论在任何时候 都不要执着心中有个我 因为我们众生起心动念 佛和菩萨会知道的 灵性也会知道 所以这使我更加坚定信心 弘扬观音台长的心灵法门 因为心灵法门 让六道的众生都受益 就连一千多年以前的灵性 都闻到了死法门 证明观音台长的心灵法门 传遍了尽虚空法界 大地三合都在赞叹 我们众生真是太有福报了 用台长的法门 用台长的法门来消夜 除账 自令救人 无在意身轻 修心修行 得争正果 我已经度了很多人 人人见效 地干见影 真实不虚 生命无常 就在呼吸间 2012年的大年初六上午 我的老伴和几位好友 去另外一位好友家拜年 好友见面 在一起谈笑 老伴特别的高兴 在谈笑中 兴奋地停止了呼吸 离开了人间 他面带笑容 和我们活着的人永别了 我们学佛的人要知道 人生是无常的 有生来的这一天 就有走的那一天 有去天上 有下地狱 只有好好的修行 才能了脱生死 老伴儿活着时不学佛 但也不反对 老伴儿以前活着时 杀过生 还吃众生的柚 老伴儿什么都没带去 只有活着时候 造的业随他而去 他生前伤害的众生 一个个地来找我和我的女儿 来要小房子 俗话说 父在旨还 活着的人是这么个道理 可走的人还是这个道理 众生现在都知道 有炉台长的小房子 所以都来要炉台长的小房子 就连老伴儿身上的众生也一样 有小狗 有鱼 还有小鸟 他们有要十张的 有要七张的 有要四张的 家里人如理如法 处理后事 念经和念诵小房子 给老伴儿和他伤害的众生 都做了超度 招待亲朋好友 也全都是蔬菜 全家人没有哭喊 都很平静 邻居朋友们都在赞叹我们 做得如理如法 这都得 感恩 卢台长的法门好 让我开了智慧 我用感恩的心 去弘扬卢台长的法门 让更多的众生 都能离苦得乐 感恩大死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死大悲 救苦救难 观音台长 我要用 救 我要更多的救度众生来 报恩 观音台长恩师 我们学佛要开智慧 放生也要用智慧来放生 我最近放生 都会想着 和台长恩师一起放生 效果就是不一样 台长射受力太大了 放生的鱼 马上会在我梦中 显像都会在 都会超生一些个人 在江水中浮出来 太特别太殊胜了 用我的真心真行 用我的真心真行 弘法立生 祝大家学佛精进 法喜充满 谢谢 非常感谢 善同修的发言 现在我们将为大家播放一段 震撼感人的视频 来自杭州的沉静同修 是血癌末期的患者 通过念经 许愿 放生 在短短的二十天内 癌细胞 完全消失了 原本准备是遗嘱的视频 现在是沉静同修 现身说法的 最好见证 让我们一起来观看 这一段珍贵的记录 感谢播放 2011年11月2日 杭州七女士 初始淋巴流晚期 转白血病患者 陈静女士 引导从不信佛的母女二人 认识心灵法门 陈静骨髓里面 有28%淋巴肿瘤 病情来势凶猛 医院预计寿命 只有二至三个月 是2011年11月2号 我们来到这一医院 学学课 看望 我们的先名同修 先名法门同修 陈静女士 要陈静 2月2、9月1月 然后小证呢 她出来是 零八岸晚期 然后再开学课 因为 这样子已经 清理到准备 请求 从十一月四日开始 陈静按照卢台长开出的经文念经 身体明显好转 我们带来了 我们带来了东方台秘书处 转达 卢台长给陈静看图端和布置的功能 现在我把这个打印下来交给陈静 然后呢 我带了东方台秘书处 把这个卢台长布置的这个功课呢 给陈静念一下 听一听啊 她说 非常感恩您的来信 感恩您的发心 弘法和对金灵法门的护持 您发来的这位同修的问题 我们都已经看过 并且请示过台长 他本人呢 必须要自己真正发愿 并且必须本人真正相信 观世音符的发心念经 才能有救 因为他本人是以决定性作用 一定要知道这个 他现在的情况是到了 灭障和灵性爆发期 必须要有大的愿力 同时要根据他自己的扬寿 才能有救 台长百忙中给他看了头疼 他现在可以超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但是这段时间是非常关键的 要好好修心 要珍惜 并且要真正的发心 去放下名利 放下贪嗔痴 因为他过去呢 为名利追求太多 如果到现在还不开悟呢 就真的很麻烦 每个人呢 都要有求生的欲望 但是求生欲望强烈 并不再往 表就可以留下来 没有发心的念经 将一边还债 发大愿多放生 才能留下来 让我的天比一天好 天比一天回事多多 今天呢 我心理上已经做了一大半功课 还有一小半功课 我今天下午或者晚上 今天今天功课肯定的完成了 我们今天在高 从高僧大德里请来了大杯水 给他送大杯水 那么念大杯就喝大杯水 我们下一个功课 功课就怎么样 可以才能够一下 我每天晚上在清党会馆的 还不完成 我现在虽然说血素不强 但是我感觉挺不错 晚上四九变大杯 我现在就能够口试炼完 所以我觉得 来自鲁台长下的 这就是 2011年11月18日 仅余20天 小房子80多张 骨髓癌细胞 全不见 今天是2011年11月18号 曾经的妈妈拿着 刚刚拿到的化验单 曾经的化验单来了 我们有好消息 报告卢台长 报告东方台秘书 11月1号 它这个骨髓里边 只有28%的癌细胞 就是那个坏细胞 现在呢 就是16号 它做出来的 它现在基本上消失了 就是癌细胞消失了 这个呢 这个什么呢 就是你光是医学 也没这么快的 这主要也是 和坏性不大 还有那个炉坛长的 2011年11月25日 为陈静组织了专场放生 陈静因感冒 未能亲自前去 放生后 西女士探望陈静 你本来是很高兴 愿意今天跟我们一起放生 是吧 正好全国全 那个 正好出院嘛 我想正好可以 一起去 回来就感冒了 发烧 免疫力太差 病房里有一个人感冒传给他 所以免疫力差 可能就传上 我跟他说 感冒起码要七天再好 让他好好地念大悲咒 然后全力更好 2011年12月8日 为陈静组织的第五次放生 我们现在开始放生 要先念三遍大悲咒 以沉静的妈妈 傅琪华女士的念诵速度为主 我们跟着她 因为今天主要是替 为沉静女士放生 2012年1月1日 沉静的新年寄予 感谢东方台和陈静长 对我们的深级的关心 和各位伯友对我的关心 谢谢大家 5月1号 明年的香港新年 5月1号的香港执行 我真实能去香港 跟陈静长见面 然后如果身体健康的话 我会实现我 就是被执行的大悦 2012年3月2日 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 使癌症晚期的沉静 彻底痊愈 这两份是2012年3月2号的 发言报告 请看化验结论 寒流白血病细胞 占总数的比例 小于0.01% 我非常感谢罗台长 非常感谢我们南部 观世音菩萨 她救了我们女儿 我今天早晨就做功课 我为罗台长念大悲哲 我带我女儿 陈静姐 我罗台长念大悲哲 带我卫生女儿 我也罗台长念大悲哲 谢谢罗台长 谢谢各位佛友 对我的关系 我现在身体 就是急剑恢复 治疗也很成功 再次感谢大家 现在我们欢迎来自德国的佛友 丁南同修 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体会 心灵法门彻底的治愈了 连最先进的医疗手段 也无法根治的严重过敏性哮喘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卢君宏台长的开始 我自从去年二月份 有幸接触到 卢台长心灵法门后 突然发现 国外十多年来的人生 变得很苍白 充满遗憾 因为我浪费了大好的光阴 没有缘分接触到佛法 小的时候 因受祖母的影响 对佛菩萨因果轮回 深信不疑 见寺庙必败 但从来没有认真学习佛法 没有念经 以为信佛就是 敬香拜菩萨 第一次认识台长 是2007年的夏天 由中国政府 邀请海外华侨华人代表 回国参加的一个活动上 有幸坐在卢台长身边 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卢台长已经在弘扬佛法 直到2011年 正月初一 才通过德国金铜修的 结缘了心灵法门 第一次看到 台长博客的那天晚上 就梦到观世音菩萨来到梦中 询问 台长到德国弘法 你打算怎么做啊 醒来后我就想 台长来德国弘法 我能做什么呢 后来又几次梦到台长 在德国开法会的场景 我这才意识到 是观世音菩萨 开示让我配合起 其他几位德国同修 一起协助台长来德国 做弘法前的前期准备工作 非常惊讶的是 梦中的法会场景 跟台长来法兰克福 法会的现场真的一模一样 我做的事情也是跟梦中预示过的一样 在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下 法兰克福法会得以顺利圆满的结束 没有认识佛法之前 我一直在想给自己的灵魂寻找家 身在国外 教堂的钟声虽然总是不绝于啊 圣诞节的赞美歌声 也总会让我感觉到美妙动听 但却总是打动不了我 无法让我产生共鸣 可是当我第一次听到大悲咒的时候 感觉浑身的毛细胞全都醒来 聆听这美妙的经文 让我身心愉悦 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 来形容我当时听到大悲咒时候的感受 我只觉得每次聆听的时候 我的浮躁的心变得安详和宁静 那一时刻我终于知道 我找到了灵魂的归宿 那就是心灵法门 刚开始念大悲咒的那几天 我念不了几个字就开始头疼 疼得如同要炸开 眼睛腾胀得无法睁开 我知道一定是身上的灵性在作怪 不让我念 那时候我不懂跟灵性商量 也不懂如何求助菩萨 只是在念不下去的时候 躺一会儿再起来念 这样断断续续三天之后 头疼眼障症状消失 我开始念小房子 两个星期后就开始 就能把大悲咒背下来 并且就不想再吃肉了 每次去到超市买菜 闻到生肉生鱼的味道 总是很难受 我想这应该是机缘成熟 让我吃全素的时候了 又过了几天 我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愿 我愿终身跟随卢台长 修行度人 终身吃素 不喝酒 不杀生 我到了德国的第二年 就患上了严重的花粉过敏 后来又转换成哮喘 过敏源多达五十种 除了肉食 所有的水果 坚果 几乎都不能吃 一旦吃了就全身红肿 喉咙发痒 咳嗽不停 引发哮喘窒息 送去医院急救 每年春天 二月底到六月初 如果不打点滴 不注射药物 我就会很难过 整个春天 窗门紧闭 门也不敢出 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真是让我难过急了 为了治疗花粉过敏和哮喘 我用遍了德国各种先进的医疗手段 都无法治愈 只能靠注射激素来对抗过敏 修炼心灵法门后 我才明白这是自己的业障太深造成的 那些无始节以来 因为我造业而被伤害的冤亲债主 只能以这样的方式 让我承受如此果报 如台长所说 万般带不走 只有夜随身 感恩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的救度 如今我念小房子 吃全素 放生已经一年四个月 身体没有因为吃素而缺少 钙物质 请大家相信 不吃众生肉 身体一样会健康 最开心的是今年春天 过敏哮喘症状已经完全消失 今年春天 我再也没有去医生那儿 注射药物 遏制过敏 我才发现 欧洲的春天是如此的美丽 与此同时 由于信佛念经 我学会放下了很多 以前想不通的问题 都找到了答案 其实那就是 卢君洪师父说的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没有道理 只有因果 除了念小房子放生 我还向身边的其他好友推卷 宣传心灵法门 度身边的有缘人 亲朋好友 已经有好几个成为台长弟子 成为台长的千手千眼 我的母亲身体不好 患有很多老年病 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 因为腿疼 上下楼梯都很吃力 需要搀扶 在台长的开示下 我们为母亲念了 仅仅九张小房子 临来香港的前一天 我母亲去医院检查 糖尿病指数就恢复到了正常值 如今腿不疼 头不疼 视力正常 走路轻松 她现在每天都打乒乓球 跳舞 健身 生活得充实而快乐 她高兴地说 小房子实在太灵验了 太好了 我母亲现在也开始供养观世音菩萨 每天烧香礼佛 欢喜不已 同时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的外祖母也是信佛之人 她信佛念经已经几十年 今年已经104岁高龄 思维清新 非常健康 现在全世界跟随师父修行的信众 已近500万 属清的因为心灵法门而受益的信众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卢台长以及心灵法门的热爱 卢君洪台长 为了救度众生 不惜替业绝 不惜替业状众生 身定中的众生消灾解难 真正是观音菩萨成愿再来 在末法时代来解救我们 让我们在如今有限的时间里 有机会去忏悔和偿还 五世节以来所做的业障 在此我也请求佛菩萨 请允许让我像我曾经像五世节以来 我曾经伤害过的冤亲债主和众生 深深忏悔说声对不起 请我的冤亲债主原谅我 我错了今生我一定会用心灵法门来超度他们 偿还我的业债对不起 我自豪能成为台长弟子 我自豪自己会念诵经文 我也和所有的同修一样 感恩师父把这样美妙的法门 带到这个多灾多难的人间 渊渊相报无止境 世事造业无往生 如果不是遇到师父 不知道我们还要在这个因果轮回里 明师多久 今天 我们福于正法信誉明师 让我们珍惜感恩 细心呵护我们的师父卢君洪 并遵从师父教会 多念经 多放生 多度人 让更多的有缘人 能够在末法的免时代 唱上心灵法门的慈航大船 使向佛陀彼岸 远离颠倒梦想 最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卢君洪师父 祝愿卢君洪师父身体健康 永祝在世 祝所有同修学佛经济 健康吉祥 再次感恩 非常感谢丁同修的发言 现在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同修 陈全清佛友 和我们分享他的医学奇迹 女儿从高楼上摔下 头先着地 昏迷不醒 医院也宣告不治 父母亲连念了 四天四夜的大悲咒 重镇监护士 出现了观世音菩萨的祥云 女儿神奇般地 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君的卢君洪台长 在场各位大德高僧 来自世界的同修 大家好 首先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君洪台长 我刚才卢台长说 二十天癌症去掉 我们四天救了一条命 我就是去年有一位小姑娘 头着地二楼摔下来的爸爸 当时医生说 没得救了 今天我能上台来发言 都是观世音菩萨安排的 要我将观世音菩萨 如何救我女儿的事情 其身的事实 告诉大家 教育大家 帮助大家 先生说法 只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心灵法门 只要通过念经 放生 许愿 三大法宝 就能心想事成 办事情就能成功 信不信 你们去问卢台长 其实都是卢台长说的 现在我主要说一说 就是观世音菩萨 怎么救我女儿的 这件事情呢 要回想到去年的三月份 本来我要参加法会的 三月份女儿事情发生 没有参加 回想到去年三月三十号 凌晨三点钟 来了一个电话 说女儿在厦门旅游出事了 病危 女儿平时身体很健康 不可能的 特然的病危 简直是惊天壁雷啊 体质很好的 我们两个人 我和爱人 火缩地 趁着飞机赶往厦门 我们呢 已经和那个心灵法门 接缘 只有半个月 十五天 我们就知道 该怎么做 一上敌事 打敌 就念大悲咒 上了飞机 更狂念大悲咒 因为离天近 效果会很好 到了医院 看了女儿昏迷 不醒 医生跟我们说 脑干坏了 十个有九个走的 你们准备好 做好准备吧 你们想想 作为一个父母亲 把孩子养到这么大 万一孩子有三长两短 我们两个老的怎么办 但是我们相信 只有求菩萨 求大师大悲观世音波 才会救命 求菩萨 求台长 马上买了 那个IP卡 打电话到澳洲 东方台 必须处 接电话的是 大弟子 小鱼 鱼师兄跟我们说 别着急 你们猛念大悲咒 许愿放生 我们念大悲咒 靠两个令不够的 我就马上打电话 打到上海 求助一些老菩萨 老的佛友 跟我祝念 但是告诉他们的 心灵法门念法 先求大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女儿 陈元华 早日醒过来 这些老菩萨 就给我们的女儿 在那个念佛小组上 发动每个人都在念 念了好几天 那个还有 还有一位菩萨 老菩萨 八十四岁 就求菩萨说 要救救老成的女儿 一个女儿 求求她醒过来 每天磕 一百零八个头 求菩萨 还有求注意 我的师父 我们的师父 敬会法师也在场 也跟我女儿送经 带着法师们 一起跟我女儿念经 不用说了 我跟我爱人 夫人也一直念经 只有念经 就是念大悲咒 很简单 大悲咒 除了大悲咒 还是大悲咒 第二天 我的兄弟从上海来 到厦门 把所有拍片的资料 带回到上海 带回上海 给老专家 老专家看 老专家看了以后 第三天 电话来了 不敢说 脑干坏了 要好 就是植物人 不好 就是走人 醒来 假如醒来 也只能摇摇头 睁睁眼睛 你说怎么办 老专家说了 就等于判了死刑啊 但是观世音菩萨 叫我们的 卢太达叫我们的 就是念大悲咒 我和我爱人 念了四天四夜的大悲咒 第四天 白天 我有点耐不住 说四天了还没醒啊 结果我打电话 再打到澳洲 一位宋老先生说 很慈祥地说 水快开了 火候没到 许愿放生 马上开了智慧 电话一挂回来 打电话到上海 求援同修 替我放生 新庄的周峰梅 跟我放了九百条 庙里的师父 学敬会法师 给我放了一千八百块 还有赵雄梅 给我放了一千六百块 放了生 我也许愿 我许愿就是学习观世音菩萨的精神 就度众生 见一个度一个 有一个度一个 度有缘众生 到下午 三点二十分 探望病人的时候 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女儿 我女儿醒了 我的夫人 去看她的时候 还不相信 叫她叫妈妈 女儿 撒哑的声音 终于发出来了 妈妈 我夫人 叫女儿握紧妈妈的手 女儿马上就握紧妈妈的手 不放 怕再失去 四天四夜的大悲寿 后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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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工 护士 包括 病友 都进去 看望我的女儿 都感到很惊奇 个个都流泪了 感动的泪 激动的泪 感恩的泪 还有 那天 到第四天 那个晚上 就是 我爱人 我有点点到 爱人呢 就在晚上 重症经验物室 念经的时候 念到半夜里面 因为我夫人是医生 她呢 知道 六天里面是关键 尤其深夜 最走人 就只能 每年大悲咒 在病房里 走廊上 家属 他们都打破 都睡觉了 只有我夫人一个人 在念诵大悲咒 半夜里两点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道理 在背诵的时候 有些颠倒 颠倒 后来颠倒 中间的到后边 海那边后边 她只能拿出 经文书来 照着经文读 读到深夜两点时 念大悲咒的时候 从走廊的窗口 到病房的门口 都是布满了白色的祥云 就是菩萨藤雲 驾屋的祥云 而且还看到书中 有一条一条红线 画在字的下面 立体的 而且突然又跳出一束 五彩的鲜花 一会儿就消失了 夫人马上意识到 菩萨来了 菩萨来了 女儿有救了 念大悲咒 更有信心了 又背出来了 这天医生还跟我们说 要去气管 第二天早上 我也着急了 就这个时候 我就打电话 到澳洲去了 现在呢 四天四夜 大悲咒 正好是 那个医生 清明节休假的时候 后来上班以后 医生看不懂了 怎么都醒了 而且层次还很 那个层次还很清楚 就马上复查 拍片 CET 合资 共证 B超 接轮下来 全是好转 好转 没有异常的发现 奇迹了 只有八天 医生喊到很奇怪 这无法解决 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 但没有流露出来 他说 你们女儿 女儿那个体质比较好 体质比较好 女儿四天四夜的大悲咒 许愿放生 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三大法宝 救了我的女儿 女儿从鬼门关过来 从地狱里逛了一圈 观世音菩萨给了我女儿 新的生命 就这开始 我们每天就开始念大悲咒 念小房子了 每天要念七到八章 最多一天念了十一章 另外念大悲咒的心境 都是不计细数 后来互工和互友 病友都来问我们念什么经 因为他们平时都看到我们一直在念经 除了念经 就是念经 就是后来他 我就之后就开始渡人 抓紧渡人 就马上上海打电话 叫他们孔江路的江许婷 叫他把经文合集 技术器小房子快递过来 我就发给大家 这是医院里面念经的很多 出院的时候 我给我女儿念了二百多章小房子 女儿一天一天身体好了 现在我让女儿给你们看看 去年八月份跟卢太太打通电话的 让他来跟大家讲几句 尊敬的台长师傅 各位法师 还有在座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长辈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要向大家表示一下歉意 因为这两天帮着我父亲 就是帮助一些跟我们一起来到这里的佛友 整天就在座的里面